买了我是想住進來的 但是結果我發現 我不行了 我一定要賣了 房東叫租客離開 在這一年裡面決定賣屋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一些優惠呢 其實是可以不用走這麼大的彎路 還有最重要房東們也是合法地保護好你們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z啦 歡迎來到我的安家頻道 今期呢 就繼續上一期的有很多個問題 那這期主要就是說 當你賣屋遇上租客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怎樣去應對 還有最重要房東們也是合法地保護好你們自己 然後等到整個交易都是smoothly 那今天繼續就是資深大律師Ivan 跟我們去解答這些問題 關於就是賣屋如果你有租客這種情況 對於房東是怎樣應該是properly這樣去做 那第一個問題 房東就是用藉口叫租客離開 那現在就是四個月了 他要住滿一年 但是如果在這一年裡面 他決定賣屋那怎麼辦呢 第一呢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那個租客發現是要這樣發生 他會告這個業主 他會告這個業主 申請他租客離開 就是他是自住的 對 那個租客 有一個個案 什麼時候是這樣的 我介紹那些情況 那個業主叫租客離開 租客真的離開 但是他租客離開了六條樓 都是附近的 然後那個屋主買了之後 他是想給他女兒住的 嗯 但是呢 剛剛那時候是疫情的時間 所以有些時間都不適合的 或者疫情 或者搬了搬出 這些好 還有請人中修 後來有很多問題 但是呢 大概三、四個月才 那個女兒又真的要搬入 但是搬入的時候 那個租客逃避 每個星期回到他的屋 他查一個垃圾通 看看有沒有垃圾 拍了照 然後呢 差不多幾個星期 都要試過試過拍照 他拿了那些證據 證明沒有人在搬入的 他想了這個想法的 OK 然後呢 他去隔離那些農業區 問他 哈 你你開門了 那些隔離的人出來 嘩 怎樣 你有沒有見 有個女兒在那裡住 他們說 我沒有不見人 不認識人 都不病 所以他拿了那些證據資料 他告訴我的客人 哇 他買了屋 叫他離開的時候 真的 那個想法是不對的 他想搬入 或者家人搬入 但是真的沒有人搬入 他拿了那些證據 說 我想有一年的時間 租金的賠償 這樣要求 噢 OK 還有那個租客 還有多一個事情他做了 他拿了一個鏡頭 整個屋 把他放在鍵盒上 看 已經清醒了 所以遲些 聖庭的時候 那個額客說 我有這麼多證據證明 沒有人搬入這個 這個我只用這個 是個例子 他可以這樣做的嗎 對 中無法庭 不是Criminal Law的地方 也都是Civil Law的 他說 這些證據是證據 不合法 不合法 不是他的 Jurisdiction說不對 不是告 合不合法 他都是證據 對 都是證據 噢 有個日期 有個證據 是不是你拍 是我拍 因為 我的客人 有個記錄 他有個鏡頭 真是 那個座客進來 看著看著 先進入了那個鏡頭 所以 他上庭的時候 那個座客說 是我拍的 真的是 要記錄一下 他拍的 所以不是說 不是Fold Video 不是Fake Video 是這樣的 是不是 所以有這麼多證據 業主的目的 不是真的 This is a very common 很多座客是用這個樣子 所以說業主不適合 所以賠償 在一年時間的租金 包括 你叫找房子 你本來是在那裡住 但是你出去賣的 所以有問題 噢 但是呢 你都知道 因為你一年的時間很長 是的 那 我就包括 就是好像你 尤其是有些人買了進來 然後 好像他的Mortgage 然後不斷地上漲 然後他就一定 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賣 我真的住不住了 我的intention是打算搬進來 但是之後我發覺 噢 我不行 因為這個Mortgage 是這樣上升 那我真的逼不得已要賣了 好不可以這樣做的 其實 嗯 可以試過的 但是機會不是那麼高的樣子 噢 這樣也不是那麼高嗎 也不是那麼高的 因為呢 法律上是說 英文寫得是Bad Faith OK 如果我 我的經驗 如果你是業主 你有時候叫那個租客離開 因為你家人 或者你 Family Member搬進去 你做的時候 叫他離開 應該只有一個理由 不可能兩個三個理由 幾個就說 我搬人會進來 還有 另外一個理由 是不夠錢 所以我再賣 這些是 另外一個理由 另外一個理由 如果我本來買了 我是打算進來的 但是結果我發現 所以我不行了 我一定要賣了 那怎麼辦呢 假如 聖庭的時候 法官就問你 你買的時候 那個Price 是不是你只是的目的 是賺多些錢的 他有這個懷疑的 業主 你是本來 Original reason 你一直都是這樣走 所以你買新屋 更好的 有屋有的業主 更好 更好 有的業主 可以賺多些錢 所以他會想這個方法 這個是 業主的搬來 的 intention 你怎樣分開 所以很難 費這個懷疑 這樣說 OK 那就是好像 如果我可以證明到 就是說 我搬進來之後 那個Mortgage 就是上了很多 然後 at the same time 那就是 因為我剛剛沒有了工作 然後你知道這些 it happens during a year 不是說 你完全沒有可能 那這個情況之下 不是說我想 或者走去賺錢 或者是什麼 而是我現在根本沒有能力 去供這間屋 我也都可以證明 給你看 那這種情況的時候 的租客還要賠一年給他 那屋主也很慘 對 沒錯 例如我代表租客 聖庭的時候 因為聖庭的時間 租務的那些法庭 租客可以有權 跟那個業主文化的 OK 或者律師都可以文化的 OK 所以如果我代表那個租客 我都會問其他事情的 嗯 有沒有其他家人 有沒有其他人家裡 有些錢給你 有沒有其他財產 有沒有其他財產 工作 你這麼多年 幾多年 可不可以兩個星期 一個月後 再有另外一份工作 因為你的經驗很高 你有這麼多經驗 應該這個經驗 可以更重要的 再找另外一份工作 你有什麼證據 證明你沒有辦法 找另外一份工作 如果你取消 你有多少錢 你的戶口 有多少幾個月的時間 可以 為什麼你一定是 叫這個租客走 可不可以給業主 回來轉回頭 可以這樣做 如果我是代表租客 我會這樣問的 所以如果業主真的 不是自己想 沒有辦法 我的租金是這麼多 或者我的提款是這麼多 我的收入是這麼高 你不只是幾句 那些資料出來 其他東西出來 要準備 所以聖平的時候 那個租客 如果代表租客 我什麼萬元想 他已經有準備證據了 這個是我的戶口 有個銀行 我的金融新聞 我會計確認 這些只是我這麼多錢 那我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asset的 填多廳 查了我的名字 resort出來 我沒有其他屋 我沒有其他貿易 都是很多資料 才overturn這個 你不是真的 你要是很多的資料 去support你 才可以overturn這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是說 我的mortgage太高 然後我現在又沒有了 那這個都不足以去support到你 為什麼你轉一年就要賣 所以這個問題 是你不夠證據證明的 我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個個案 好啊 我是代表租客 其中一個個個案 那個業主通知我的客 我的家人會搬到你這間屋 我叫你走 OK 所以好結局 所以那個業主真的要走 但是他有懷疑 這些是第三次那個業主使用結果走 第一次 你做了木設定 完全不接受 不對 因為那些藉口不行 第三次那個業主使用這個理由 所以那個祝賀問我 聖廷那時候 因為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幫過一下 拿小資料出來的 所以聖廷我只有一個星期準備的 但是聖廷那時候 我代表那個祝賀問 我問那個業主有很多問題 這個家人是誰 啊 他當時是這樣 我是closed family member 哦 就是說closed family member 如果你是媽媽老爸就知道了 for sure care for sure care for sure care for sure 然後就 好像兄弟之母 好像不是 是 是嗎 對 對 所以我們就跟美國有一個兒子過來的 OK 我們就這樣說 OK 到時我問這個業主的人 這個人 他是否說是美國來的 嗯 因為我也要做移民的個案子 所以我問他 這個兒子或者那個家庭人 他有什麼準備過來移民 過來加拿大呢 有沒有已經申請過簽證 沒有啊 他那邊在萊塵基那邊 他有沒有工作座 有 他有沒有給了他notice equip的工份 給你 沒有 他有沒有在那邊有屋子 有 他已經有沒有埋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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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問這個業主 沒有什麼 證據證明 他的家庭真的有 辦法 目的 興趣過來 在那裡居住 嗯 我鋪過這麼多那些洞 後來他都 我也不信得 那個業主 什麼都說 也不信得 所以取消這個通知書 哦 那最後租客不用走了 對 不用走了 因為當時我不夠時間 拿我自己的客戶的資料 但是 如果真的 業主真的有這些 應該去整體了 那些資料 證明確認真 是有家人真的在那裡居住的 所以呢 每樣東西都要講證據 是的 是的 如果你的證據不夠的時候 你就很麻煩了 當然了 如果有兩個理由 不是有三個理由 其中一個是在家裡居住的 聖廷的時候 如果我代表租客 我可以說 哪一個原因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可以證明了 業主是第三個理由 是家人會入住的 嗯 自動不行的 嗯 因為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不是第一 第二 第三 不是很重要的理由 可以cancel了那個訊息 哦 所以如果 當我說 就是要問你哪一個理由 是最重要的 是 如果是要搬家 這個理由 應該是第一的 最重要的 是 cancel的percent 是這個理由 everything else 應該是第二 第三 第四 OK OK 如果我是買家 我買了有租客的屋 的時候 那我是買家 我怎樣保護我自己 如果你買家 知道屋主有租客 你先買的時候 是 你已經寫下 或者你要請一個經紀 經紀已經寫下一個條件 是 要你給租客 現在是四個月的時間 通知書 不是兩個月 四個月之後 成功 如果還在那裏 怎樣保護 是 應該寫 跟經紀 或者你自己想 寫一個條件 因為那些買家 我叫他不要接受 如果有一個租客 不走 清理你不要自己寫 因為你寫的時候 不理會 低些錢 那些 你自己也有很多 嗯 那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風格 是的 所以 第一 簽個合約 你寫下 如果我們買不夠 我想有些錢 賠分給買家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可不可以說 保持一年的錢 萬一它夠 又或者是 之前你們沒有做得 properly 那我在合約上面寫 如果是 by this time 然後租客是沒有走 OK 然後 我們就會 withhold 即是一年的租金 然後放在買家的律師那裏 那裏 然後如果 直至到他走了為止 那我就release回這些錢 給我 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這樣 但也有危險的 那些錢你康復 都不夠耐住 那些手續費 還有那些 penalty 還有聖庭的請律師 或者三四個月的聖庭 這些都有聖庭 是吧 很多麻煩的 除了那些錢 應該是夠錢耐住 原來的 Has to be enough 不要想 一年的租金 是最低的 哦 即是一年的租金 已經是最minimum 即是如果你 萬一不幸運 即是他不走 你又要請bailiff 然後order rate 即大約六個月到八個月 還有律師 如果是 通常我幫客人 如果是買些有租客的盤 那我都會寫 即是說 對方 即是seller's agent 一定要 prove 給我們看 然後他是serve了 notice 就是給這個tenant的 然後就是 有時候我都會加多一句 即是說是 fundamental terms 它是一定要 vacant possession 如果他不走的話 那麼這個買家 就是有權extend 是吧 有權extend的capitial date 這樣 好不好呢 OK 在extend的時候 你應該是 真的因為聖庭 聖庭 祖募法庭 若真的有一個challenge 就說 業主 我不厭遇 要聖庭 好久 真的是很久 不是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真的 可能要五六個月 七個月 那一個月 如果是代表的買家 你會等多久 ex den extend 還是應該是有最後一個時間 的dieadline 最後都不行 離開 OK 誒 說到這麼麻煩 那賣家其實是怎樣才能售賣房子 有沒有一些技巧呢 其實是可以不用走這麼大的彎路 有沒有一些比較有效的方法 你做了這麼久你一定會知道 其實你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每次都說去到 又要給他告又要告他回頭 那還可不可以賣的呢 就是怎樣是比較好的方法呢 當時我有一個賣家 他想買這間屋 但是還有一個樓下 兩方都要興趣叫樓下走 業主都叫他走 賣家也想走 一題是合作 做一個計劃出來才叫樓下走 業主呢 現在是幫業主 差不多這樣說 是 所以我跟他提議這個屋主的律師 可不可以我們做一個合約 合約是包括賣家入些錢 入了一個戶口 屋主也有入些錢 入了一個戶口 都搞定了 如果租客拿這麼多錢 你會怎樣怎樣 已經做好那個計劃 合約很清楚 如果後來都不願意 都要有些錢賠償 什麼都要搞定了 所以搞定了 簽到合約 錢就入了一個戶口 然後通知租客 是 因為那個戶口只認識業主 他不認識賣家 所以一定是要代 那個業主是代表兩方的 跟那個戶口問他 不是已經有一個賣家 尤其是賣家都要在這裡住 叫你走 你覺得有多少錢 嗯 給你 你多少錢你才會肯走 嗯 你的時間 你的找另外一個地方 你有多少 所以那個戶口 當時提出的數字 嗯 然後那個業主立刻說 OK 答 搞定 因為已經有錢了 是 已經準備了 是 那個數字 他已經想到最低最高 寫下的錢 入了在這裡 是 然後兩方是半半半的 OK 所以 他業主要簽了一個合約 叫Mutual Agreement to End the Tenancy 是 都要寫多少錢 一個月份 嗯 肯定是多一個月的 因為法律上已經是一個月 所以 最少是一個月 三千一個月 一年三萬六 是 所以業主放下一萬八 賣家 一萬八 入了一個戶口 是 你想一萬八 跟遲些有麻煩 你想一下 Is it worth it 是嗎 是 但是後來那個職業 哇 我想拿兩萬 搞定 搞定 兩方只差一萬 嗯 他最少是一萬 是 搞定了 做客人 叫客人 簽了 他都搞定了 嗯 因為這些是 cooperation 就是最好就是 negotiation 然後呢 就是cooperation 如果有 cooperation 有機會 smooth ideal 或者smooth completion 嗯 是非常好 嗯 但是我不知道 那個屋主 那個律師 會不會接受 會不會願意的 嗯 多數都不願意 多數都不願意 多數的 這些不關我的事 是你的客人 不是我的多數的 提到是這樣的 那就要看一下 就是說 究竟雙方 賣家和賣家有多想 就是去促成這件事 是吧 那你剛才說起 就是那個 Mutual End Entendency Agreement 因為我記得上一次 我也是給你看了 我們有一個 Mutual End Entendency Agreement 就是我們自己寫的 Between的這個Tendent 和屋主 我們就沒有用RTB 那個Mutual End Entendency Agreement 那你當時呢 你就跟我說 你說不行的 一定要用RTB 那個 他才是承認的 關於租務的那些案子 你應該是用 那些租務犯庭要求的 那些form 如果anytime 你不會用的 有危險的 哦 OK 那什麼是RTB RTB 呢 它說你 procedure不跟隨的 哦 即是你沒有跟隨的 procedure 對 是 或者簽名不對 或者表不跟 或者你的Wording 或者Wording不對 不知道 所以就沒想到 OK 就算了 今年剛剛7月18日 有新的法律寫出來 如果你用這個理由 家人搬入這間屋 一定是用這個Web Portal 才申請 是的 在裏面有特別的 已經登記了 一定是用這個表線 通知租行的 才可以的 是的 才可以的 any other way 不可以的 如果有些confusion 怎樣寫 怎樣 全部都是用那些 政府法的表線 可以通知租行 即是現在 他就有個Portal 即是說你要上網 去登記這些資料 即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刷一張紙出來 都要想一下 什麼form 怎樣寫 肯定是對的 很麻煩 嘩 這個數字的量 真的非常之大 非常之多謝Ivan 今天再次來我這個頻道 今天就是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你作為這個賣家 那怎樣去做 即是 怎樣可以 賣屋又順利一些 如果你作為買家 怎樣買的時候 又可以順利一些買 很多謝Ivan 今天和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知識 希望可以幫助到 螢幕前面的你 如果你們有任何關於租客 租務的問題 或者是法律有關 你們都可以留言下方 我也是把Ivan的訊息 放在這個描述欄裏面 希望今天這條視頻 就可以幫助到你 如果你是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 分享和Like 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 按下的鐘仔 你就不會錯過之後的每一條片了 希望你在這個 安居溫哥華 或者是投資溫哥華的路上 知多點知識 少走點彎路 那我們下期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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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